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松千 我是陈靖可 向任 就是我们的 这位环节 OK 从认识到现在 对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 因为之前觉得他一直非常坚强 可能到现在感觉变化的是 比较柔软一些 就影响了 我的变化是 我以为他是一个非常不爱说话人 但其实他有很多自己的小心态 想要带走对方的哪一个优点 认真 松弛 下一个想要去旅游的城市是哪里 泰国 卖吧 你把我说的也没说 那我就泰国去卖 松美岛 好 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三件事 晒太阳 休息 工作 那家人爱人这些呢 我是 喝咖啡 睡觉 散步 散步 那我把工作去掉 哈哈 诶 现在他想吃麻辣看我们看电影 那我把散步改成吃肉 啊行 下一句 哈哈哈哈 最近喜欢哼唱的歌曲是什么 笔笔花 在那边的阿空 你们能知道吗 哈哈哈哈 反正叫一朵花啦就是个歌 哼唱的歌曲是什么 不用哼声 泪桥 泪桥 目前为止手机相册里最后一张照片是什么 哦 我的照片 我刚刚拍了整 自拍 哦 我拍了刚刚化妆间里边墙壁上的那个画 擅长的运动是什么 羽毛球 你呢 滑龙滑 OK 如果不当演员最想从事什么职业 哦 哦 迪士尼的动漫师 我想当厨师 你自己的标准觉得最适合自己的穿搭风格是什么 配白灰 舒适 很多观众认为陶舒娜和张晓燕是智星恋天花板对此 你看 嗯 你们说是就是 怎么样 观众最大 小时候最喜欢哪个学科 喜欢物理 你呢 喜欢语文 哦 小虎日记 什么呀 烟火人家里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 一二三下雨 一天跑出去 没下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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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们跑出来一起跑去 对自己未来十年有什么想象的 就想象自己十年后老了的样子 希望 我能别那么在意自己的年纪 还是活得像现在一样 对自己的年纪 都要认为 模仿对方说话和经典动作 可不吗 先发指人 我什么时候那样 我没有那样 我没有那样 他说话就 爱 不是 爱 她就是爱 叹气为主体 然后她的经典动作就是 就是 戴上去 對 戴上去 互相開張搞怪姿態 搞怪 你舌頭嗎